在Montierra成为当今吉隆坡高级住宅区之前,它只是一个橡胶庄园。 在1990年代初期,Sunrise集团县为UEM Sunrise公众有限公司的创始人Dr. Alan Tom Corkman,在那买了第一块土地。 它于1993年建造了Montierra Pins,并永久改变了该地区的景观,并在吉隆坡成为了早期的高级住宅。 Montierra拥有良好的交通便利性,并通过NKVE高速公路,Sprint高速公路,Pancola Link和Duke高速公路街道巴生谷的各个地区。 附近还有很多便利设施。 Plauza Montierra是该地区的第一个零售广场。 One Montierra商场,Kaira 163商场,Publica商场,Solaris Montierra店铺和Harthomas购物中心就在附近。 Publica本身是一个活跃的场所,设有艺术展览、音乐节、美食街和商人市场。 说到市场,可到星期四的Plauza Montierra嘉年华之夜,营业时间为下午12点至晚上9点,从自制肥皂到食物应有尽有。 对于打高尔夫球,请前往TPCKL那里有两个18栋锦标赛高尔夫球场,还有马术度假村。 如果您更喜欢在室内学习一些东西,可尝试Pershire & Bukit-Tierra的国家科学中心,想知道更多Montierra资讯,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。